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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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我介紹了木工車床的操作方法 上次已經提供了車床完美 就是一件弓箭圓著軸心旋轉 只要它橫行進 弓箭上得出來的所有橫切面都是圓形 所有圓柱體 葫蘆形狀 或柱形狀 都是用車床設計出來的 今天在新眾要求 我上次再講解一下 電腦控制的車床 究竟是怎樣操作的 回來講說車床原理的歷史 可能幾千年前都有 你想想很久之前 人類都有輪子一類的物體 其實是怎樣做出來的 把樹木圓著軸心傳短 然後去做切割 最後一偏偏切出來 就做到很多好像軸的物體 所以車床有些可以很大的 也有些可以很微型的 也有處理不同物料 例如車圖利用的泥車 上次我們介紹木工車床 或者我們將會介紹的東工車床 但是你們可以上去 車床軸心的運轉 就可以很簡單 而刀鋼的陷阱 是可以很複雜和網路 如果刀路徑走得夠圓滑 得出來的效果 就圓滑很多 我讀書的時候 曾經見過老師 用金工車床 拿著兩個走手 徒手的 撞出一顆 鋼子出來 你也別說不是鬼虎神功 而用木工車床 就簡單很多 因為不是用兩個輪子 拿著刀柄 徒手的做 卡路師也可以做到 一些圓形的球體出來 至於逃泥的泥車 就更加肯定逃手 到了今時今日的世界 什麼東西都會用電腦 只要我們將電腦 接駁到一個普通的車床 用電腦來控制 刀具行進的路徑 就可以出現一部自動的車床 無論這些車床 是車什麼物料的 我們都統稱它為CNC的車床 即Computer Numeric Control Lake 在以前的節目 我也曾經說過 CNC的挑剋機 其實道理也是相互的 CNC的挑剋機 會有三個軸 包括X,1和Z軸 有些甚至有第四軸 和第五軸 而CNC車床 因為靠主軸旋轉 來進行切割 所以刀具行進 只有兩個軸 一個就是左移 右移的Y軸 而一個就是進刀 和退刀的X軸 無異 CNC的車床 在市面上找到的 亦都是五花八毛 而我們工廠經濟的問題 就選購了這一部 稱為佛珠機 表面就叫佛珠機 可以斜製一些佛珠 其實真正的身份 就是一部自動化的木工車床 由於工廠製造佛珠機器 所以買回來的時候 真的沒有保護罩 這個保護罩 都是卡路斯 自己設計 和安裝上去的 因為我覺得旋轉的主軸 沒有保護罩 真的很不安全 至於這部木工車床的儲物 都是一個四帆儲物 在木工車床的貨 我都說過 四帆儲物最適合 夾一些方形 或者圓柱形的木料 記得所有孔都要收緊 這部內地扣子機器 其實操作很簡單 煮軸的運行 進刀 退刀 左移 右移 我們現在嘗試用左移右移 進刀 退刀 來嘗試人手切割 大家看到這部CNC車床 原來用人肉操作 都可以這麼方便 但既然叫做CNC車床 怎麼會甘於用人肉操作 簡單來說 這個APP的介面 這裡是斷開機器 而這個鍵是聯機 即接駁機器 對刀的位置 要輸入數據 而切割圖圓選擇 可以選擇圓球體 椅圓球體 或者再入自己 計畫好的DXF圖圓圓都可以 頭體的切割 可以說是最簡單的 你只需要輸入材料的寬度 例如現在是22mm的木坊 想要輸出圓球的直徑 而參數都不需要怎樣修改 至於選不選擇拋光 即是一刀成形 打磨後 需要不需要切斷 都可以選擇 如果做佛珠 我們還需要選擇自動鑽孔 只要在尾頂上鑽孔 切斷前 就會自動鑽孔 而切斷時預留這一欄 我們是輸入3mm 輸入完成後 按確定 按混合 就會開始切割 切割的時候 你看著畫面 看到刀具 由左邊走到右邊切割 其實在真正情況 是剛剛左右相反的 即是畫面看到 由右邊向左邊走 真正的情況 就是左邊向右邊走 相反的 程序 一旦啟動 機器就會不理會 三七二十一 自己把球體切割出來 阻礙也不能阻礙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先是階梯式 切割了第一層 之後就會切第二刀 得出來的就是一個圓滑的半球體 前面的半球走兩刀後 就要直到後面的半球 亦是先處理階梯 之後又切削第二刀 就已經得到一個圓滑表面的球體 走最後一刀之前 大家應該記得 之前在輸入數據的時候 我們在切割時月樓一蘭 就輸入了3mm 於是機器就留3mm 讓球吊著讓你去拋光 拋光之後才真正切出來 就會得到一個完美的球體 把帳弹量切出來 找卡尺量量量量量 直徑真的有个20mm 海源球體的做法是大致相同的 只是輸入直徑一欄就多了一欄輸入的長度 而機器的運動的次序都是一模一樣 為何我今天特別切上一個圓球體和椅圓球體給大家看呢? 因為卡路斯都曾經分別用這兩個形態 製作過一些紀念品送給我的朋友 我曾經製作過一串佛珠送給一位佛教學校的校長 而這個椅圓球體我曾經在行政長官卓耀教師會議的時候 用這個形態製作了一批重子形態紀念品送給每位椅圓教師 但其實自動木工車廠和我上次示範的手動木工車廠 一樣可以創意無限的 除了球體和椅圓球體 你一樣可以輸入不同的空腺 讓它確實出不同的形狀 只不過自動車廠可以無限地複製同一個物件 在我剛才舉出的兩個例子 就大派用場 不同品牌不同型號的CNC車廠 在軟件操作方面一定有些分別 但都是大便小便的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卡路斯的影片 請來關注點讚和轉發 再見 拜拜